尽管掀起强烈争议 不过一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坚称 只要国盟能够在六周选举大胜 就能够撼倒中央政府 哈迪昨晚在国盟一场大行讲座上指出 一旦国盟大胜六周选举 一些执政党国会议员将会倒戈支持国盟 这包括了来自东马的议员 还有上一届全国大选后 一度支持国盟组建新政府的巫统议员 而目前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 哈迪还指控十名甚至是十五名股统议员 一度有意支持国盟 但是他们遭到胁迫 甚至卷入庭岸 才使得他们惧怕退缩 继而让团结政府得以成立 这就是国盟组建议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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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国盟组建议员